7月27日,北京市新增新冠肺炎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一例,大连市疫情关联病例一例。 28日上午,在北京市政府召开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,相关负责人接触了大连市疫情关联病例具体情况。 据介绍,该病例曾与大连无症状感染者在辽宁锦州共同就餐,19日返回北京后,便一直居住在女儿家中,期间无外出。 7月24日凌晨,作为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,由120救护车转运至集中隔离点进行集中医学观察。 7月26日,自测体温37.4度,由120救护车转运至昌平区医院就诊。 27日,核酸检测阳性。当日确诊,由120救护车转运至地毯医院隔离治疗。临床分行为普通行。 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,已全部纳入集中医学观察。 庞幸活指出,疫情防控必须长扎不屑,正值暑期,他建议计划出游居民应避免前往疫情严重的国家和地区,以及国内发生病例的中高风险地区,却需出行地要做好个人防护。 到达目的地后,要落实当地政府部门各项防控要求,配合进行健康检疫。 做好个人防护。 在当地旅行时,要注意错峰预约出游。 尽量选择人少空旷的郊外游玩,要勤洗手或使用免洗,手消毒剂进行手部清洁,避免或减少多人聚集场合。 发布会上,北京市政府幸运发言人徐何健表示,当前境外疫情仍在,北京也仍然存在疫情风险,要紧绷外防输入,逆防反弹这根险。 本市居民原则上不去中高风险地区出差,继续加强进口冷链食品监管。 经营冰冻海产品肉类的食品加工企业,要于检测机构建立送检制度。 有情况,第一时间向疾控部门报告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